努米亚共和国突发战乱危机 此处局势动荡不安 2015年2月19日农历大年初一 在莱普提斯国际机场这里内外都塞满了要逃离的难民 所有航班都取消了 机场关闭之前最后一架来自中国撤侨的飞机里达 外交部资深官员宗大为与外交部新人成朗临危寿命 前往战乱国度协助撤侨 旅途劳顿辛苦 宗宗 哎呦 什么时候升 就这两天 再说你们这多经验 哎呦 弄得你跟妹在这干过是 这是那个 张手你好 我是成朗 哎呦朗哥是吧 现在使馆最缺人手了 像你们这种年轻人关键时刻就得往上冲 老爷呢 哪下指挥呢 外边全都乱套了 根本进不来 就等你们的文件开啥呢 宗大为眼看这些难民挤满了通道 他无法帮忙这些求助的难民只能一五金向前走 听我说 现在 成朗家 把手上的国旗 护照 举起来 我们带你们 回家 宗大为 成朗这两名原定随专机往返的外交人员 因为把自己的机位让给了台湾同胞 他和成朗只能与驻扎当地的外交官老颜和张宁 一起寻找其他办法撤离 暂时留在奴隶啊 在回使馆的途中 看到这个沦为战场的城区 到处都是被吊死尸体 卡车在满的军人每个都全副武装 鹤枪时代 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这一幕幕恐怖的情景真是令人揪心与惶恐 宗大为心急着要回国是因为妻子的预产期 就是这件事 机场关闭了 现在只有从港口走 到底是过得去还是过不去了 过去干嘛呀 都死这儿不停了 呸呸呸呸呸 说什么 你这当着懒哥呢 行瞎说 等回事之后啊 你就踏实实做体检 我这两天吧 就是尿尿这颜色有点偏重 你不喝水不就扛不见尿事 小宗啊 学务有带提高啊 给钱 明天从港口走 这不是一样的吗 买不如开 问学务 这车我店家 对不起啊 给你们丢人了 别碰头 尤其是左手啊 你那出来之前没培训过吗 培什么训 说好了当年往返机厂都不用吸引 哎呦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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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an哦呸呸 trusted 老船 给我坐辆车 我自己去托尔达 等不了明天了 有这预算 使馆给你包架飞机好不好 你不是把座位 让给台湾同胞了吗 这就是以大决为重 你媳妇的情况不理都清楚 放心吧 我看你 城内已经成了戒严状态 他们都要拿着中国外交人员的护照 才能抠起 成朗拿着摄录机拍摄被军人发现的 四人群被扣押起 严刑州驻努尼亚大使馆的政务参赞 跟他们交受无法 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 你们无权扣押我们 其实这帮人在这混乱的时期 都不遵守国际公约 蛮不讲理只管要钱 我已经把长官打电话吗 我今天赶上个轴的 来 Easy Easy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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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大伟看到外面局势越来越乱 心急离开马上把钱交上 来真的是吗 我叫人法定兄 我又不幸会 再说你们事关不也没这笔伤吗 你这是惯人毛病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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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思技工 我觉得这觉悟是不这一点点 正要离开时一个炸弹在外面爆炸 满街都是被炸死的尸体 有人被炸断了下半身 漫天飞舞的燃烧品 呼啸而过的子弹 城里就像一个燃烧的废墟 四人急不往使馆方向走 到处都是示威 暴动 情况非常混乱苦苦 好不容易回到了使馆 馆内的所有人都忙坐一头 大家都忙着为撤离做最后的准备 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 根本人手就不够 数以万计滞留在此的中国公民要在短时间内撤离 实在谈何容易 宗大伟不想让妻子担心原来没有跟他说什么 一直骗他自己在底板 月儿 在 吓死我了 你拙的什么呢 你买的婴儿床 到了 我不让你买个二手的吗 你再买个新的 万有甲犬怎么办 尺寸也不对 咱俩本来的地方就不大 你再听我说话吗 你在哪儿呢 迪拜吗 从领馆 会议室 一架飞机在这儿人正在过一个什么节日 都不上班只能等 快离 嗨 你那儿现在几点 迪拜跟北京不是差四个小时吗 你看我们现在是两点一刻 你该吃晚饭了是吧 今天妈做的什么呀 你胃口怎么样 等孩子出来以后 此之事咱们不都说好了吗 你怎么知道等孩子生下来 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呢 你没事儿 没事儿 你忙吧 哥们看着送那美了吗 气了 明天最早的事儿 瘦瓜吧 目前的安全形势给我们撤销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大使那边东部海路的撤离通道已经开辟 消息已经通知到各公司了 大批的人员都在陆续赶往土耳达港口撤离 我们使馆的大部分人都要配合这次撤离 还有这么个情况 在西部弩图边境 还有一千人滞留 他们的工地被洗劫了几轮 绝大多数人的护照都丢了 困在边境出不来 大批的人都在拨打12308 我们需要派人去解决 这个任务由张宁带队 司机瓦蒂尔 本地人 车和司机是由张处夫人白化 他们华星公司支援的 不客气 然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人可怕 这事宗处有经验 不理表彰的先进个人 聪聪特殊情况 他老婆这两天就生了 这次任务咱们就先不带他了 老来得子 是吧 不容易 行啊 我报名和张处义几续 我二十五岁 体能很好 也有急救证书 行 宗大卫 宗大卫 你想要说什么 你是在想 严新周你又在这儿瞎指挥 孩子没学过阿宇也没经历过战场环境 你让他去干嘛呀 我不同意 到此为止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你不参与这次任务意见保留 张金城朗 你们明天趁日出前陈礼出发 好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东西两部具体的撤离计划 来来来 我给大家说到这边 宗大卫认为成朗既不懂当地语言 又没有经验 根本不适合参加这个险军的任务 可惜自己急着回国陪伴快要生产的妻子 想留下帮忙却身不由己 既关心 又担心又无力帮忙 情急下对张宁和成朗都说了些过了头的话 这要好发无声的可就得着了 老张接下来的路要辛苦了 您听得懂阿宇 您倒是去啊 去 去吧 快点去 他这是想保护你 他是保护我吗 我知道 他在部里受了很多表偿 拿了很多荣誉 但他私底下怎么就这么暴躁 这么不讲道理呢 吃 老宗一直在哥哥战略国家转悠 该不该碰上的都碰上了 学阿宇啊 没辙 那年在图里斯 我们参加一个新年招待会 哗荡一下叛军就冲过来了 手持AK47 见谁就吐吐谁 老宗反应快啊 左手牵起一张桌子挡子弹 右手把老大使就给按条地铁救 就去了 我们家宗宗啊 这个心是好的啊 但是就这嘴啊 太酸了 老同志了吗 干不动了 有家事 那自己逃过去了 也不能拦着年轻人冲锋陷阵啊 你得尊老挨幼啊 我闺女 发梯嘛 三岁就来了 现在已经七岁了 漂亮 老宗 你说这孩子怎么越长越像我呢 你说 你这辈子不着镜子 你嫂子正带孩子往边境去呢 明天我们就可以团圆了 这我就得教教你了啊 尤其是夫妻之间 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呀 就像我跟白话 能没有矛盾吗 哄哄也就过去了 白话在国内浑得好好的 您是非把人筐到这儿的 这叫哄啊 这叫骗 白话能来努你啊 那是为了我们伟大的爱情啊 那您又为了什么呢 我为什么呀 你不就为了借老爷的班吗 容易 容易 老爷眼睛坏了 你也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再熬不上去回去多亏呀 宗大伟 扯远了啊 我这是守直而不费 处义而不回 带了鼻子 宗大伟调侃张宁 什么想见老婆都是假话 明明就是想立功 好接老爷的班 说完他还补了一句 面具戴久了 真成你的脸了 这句话 让张宁有点下不来台 在晚饭时气氛都不太愉快 两人不欢而散 张宁临别之前送上一个护身符给宗大伟 还没出生的儿子 两人一笑和解了 街道上突然爆发枪战 三人躲在一汽车后面 等到枪火停了以后 宗大伟发现躲闪不及的张宁脖子中了榴弹 全身染满鲜血 张宁未能抢救过来不幸去世 刚才一起谈笑风生的同事 此时成为一具逐渐冰冷的尸体 而这就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家 每天都在上演的事情 张宁的死让大使馆弥漫着一股悲痛的气 但谁来代替张宁去接应一千多号还没回家的中国同胞 成为他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滞留于交战区 千多名中国公民其中大部分是华兴公司的员工 公司的总经理白化正是张宁的妻子 宗大伟明白 张宁死后 这个位置只有自己才能接任 即便他在挂念家中的妻子 即便他在想亲眼看着孩子的出生 在国家和战友大义面前 他都义不容辞 为了国家 他放弃了小家 坐上了接应同胞的车 没有人生来伟大 每一个伟大的决定背后 都经历过无数思想斗争 都是不得不放弃自己珍视的一些东西 去成全伟大 退去外交官这层身份 宗大伟不仅是一个普通人 更是一个即将成为父亲的男人 但为了更多同胞的生命安全 他不得不放弃他陪在妻子身边的权利 为了先把同胞送出境外 宗大伟不得不跟边境官哈桑斗志斗涌起来 人家说不清 我想您保证 这些人都是中国人 而且都有中国护照 只是护照被抢了 他说那就把护照找着大了 他是边境官所以必须执行了奴米亚的法律 哈桑先生 我们中奴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 两国还是互相免签 你没有必要为难这些来农民呀帮忙建设的中国公民 他们一个个都是远离家乡 他们是父亲 是孩子 是丈夫 是妻子 我没有让你打破你们的规矩 我只是让你给他们一个回家的希望 因为这些中国同胞多次被暴徒洗劫 有七百多人的护照都丢了 宗大伟为了让哈桑高抬跪手 放他们出境 最初暗示可以用钱疏通 可这位哈桑却非常抗拒 成朗因为不懂阿语听到money这个字便立马掏钱出来 这哈桑一言不合便把两人赶走 很多 后来宗大伟成功接应到一千多名同胞 但还有一百多人因为走散 被困在交战区 这群人当中包括了张宁的妻子白话跟洋女法提马 很多人都以为外交官光鲜亮丽 只要在任何时候拿出中国护照都会畅通无阻 可是在这种战火纷飞的地方 就连当地法律都没人遵守 更何况是其他国家外交官的一句话 所以在这些地方 外交官们想要完成任务 通常只能利用自身的智慧 来与当地政府官员斡旋 宗大伟告诉哈桑边境聚集人太多 乱起来会很麻烦 哈桑勉强答应了只要有临时身份证便可放心 可是又不说明具体规格要求 宗老师 这临时身份证有什么规格要求吗 宗大伟试图套近 投其所好可这哈桑却油盐不尽 对他们百般刁难 一时说别 来好的又要求照片要以蓝色为背景 陈朗照他的要求一次又一次的修改 宗大伟则用尽各种方式希望能博得哈桑的同情 可惜都不能说服这位边境官 最后还要求表格要有印章 这不就是故意刁难吗 在这时候怎能弄到印章呢 宗大伟这时十分气馁 正要离开的时候发现有军人正要进来 他以为是反政府军 他马上给哈桑通讯 表明愿意保护他先行撤离 原来这些军人是来增援哈桑的部下 这时宗大伟说出张宁就是在这场战争中无辜牺牲了 才能成功说服这位边境官 准许这批中国人出境 过来了 这条通道都给你打通了 所有去不了海陆撤离的中国人都在往这赶的 还得是老将出马 又是大功一见 行了 交给你们了 白话 你们使馆还没信呢 确实失联了 塞布拉他是交战区 咱们的人想进也进不去 那怎么给老张交战呢 老婆孩子在家等你呢 安顿好这些中国公民之后 本来准备回国的宗大伟 知道使馆人员还未能找到白话 而且他们滞留在塞布拉塔这个交战区 快被反政府军穆夫塔攻下 他们不分国籍见人就杀 宗大伟与成郎两人果断舍弃回家机会 连同华星公司司机 瓦迪尔一位当地人深入恍如人间地狱的交战区 去营救剩下被困在交战区的中国公民 沦为战场的城区 漫天飞舞的燃烧瓶呼啸而过的子弹 载满士兵的火车 全副武装鹤枪实弹的军员 一行人在士兵的狂乎中穿过熊熊燃烧的废墟 战火连天 遍地尸体的城区 在交战区 一秒钟之前还在和宗大伟交涉不可进入的军员 就这样活生生地在他们眼前被击毙 在这枪林弹雨中 宗大伟等人几次死里逃生 历经多次险进他们最终在一个集市里 找到了白话跟百多名被困的中国公民 我宗 宗大伟 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路上出什么事了吗 是能喝的 是我们带来的 不得了 哎呀哎呀 这有点地穴的 老张在哪啊 这就是白话 找到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大使馆派来的两个领导 接大家回家的 哎呀 李东宏 李东宏 我们又救了 又救了 领导 又救了 我是中国外交部领导中心中大委 这是我同事成郎 我们代表中国大使馆 对 让这位领导讲两句 白话知道丈夫张宁已过深的消息后 她强忍着内心的悲痛 继续带领这百多人撑下去 她是不幸遇难的外交官张宁的遗孀 也是中国华新公司住某国分公司的总经理 她性格坚韧 一直担当领导一众侨胞的角色 她知道如果这是让大家知道这队伍就必然会垮了 我刚才没跟你说完 我把华新公司的人分成了三个组 一组负责安保 一组责健康 一组负责物资 老刘就是负责物资的 对对对 领导中心 宋大为 白总 刚才介绍过了 介绍过了 介绍过了 领导自己介绍的 你用不着这样 老张的事情不能让他们知道 未然对我就夸了 叔叔 你是整个我的爸爸吗 法提玛是弩国的孤儿 三岁的时候就被张宁和白华收养了 现在已经七岁了 我们外界高官早就撤离了 我们现在的确还有些物资 不同领导安排 全部上交 统一分配 统一管理 谢谢佩可 怎么称呼 今天是由车厅主任 曹勇 曹主任 曹主任 那你把物资全部交给白总 统一安排 我现在去办 报告 我这里头当个兵 有啥需要指示找我 这个爸爸是我弟弟 梦里河 这样 咱们建立一个清廉护卫队 负责保护大家的安全 好不好 是 辛苦 走 老葛 有本事留着喝一辈子 别的 老葛 下来做东西 他就是个电高 加上咱俩一共是125人 华西公司52人 今天是有56人 还有15个在当地做小生意 其中有11个是伤病后 大部分呢都是小问题 但是有一些重症病人 情况不太好 咱们得赶紧跟时光联系 宗大伟的电话在逃生中被烧坏了未能与大使馆取得联络 宗大伟现在能指望的就自有自己 大伟 大伟 这是在救命的水 河都不够喝 他拿水惨了呀 冬天水你喊什么 把强盗再喊回来 宰死我的水 是你的水 你也省着点用 这没水活你就知道有多难受了 知道了 走走走走 这些人的情况你们还不太了解 你们的工作需要我配合 网络我不想休息 领导 这里是隔离区 他们得了什么病还说不清楚 可能是埃波拉 不是的啊领导 他们做过检测 都是瘧疾 如果能及时救治的话 及时都能痊愈的 这样 一般你们现在最急需的药品和其他 你给我列个单子 我今天晚上出去转走 参个医员站 我列过 晚上宗大伟与成朗 连从瓦迪尔三人出外四处寻找物资跟药物 超市跟医院都被战火打烂了 到处都有人搜掠抢劫 这两个赤手空拳 没有配枪的外交官小心翼翼的避开反政府军的侦查 在莱普提斯城 这里也不太平 愤怒的群众正在无差别的攻击各国大使馆 这些人到处投掷燃烧瓶 纵火燃烧建筑物 焚烧汽车 叫嚣声 枪声 爆炸声响个不停 整个城市陷入了混乱之中 中国大使馆也遭受到猛烈的攻击 使馆的人员们都不敢走向窗边 因为随时都有燃烧瓶 子弹从窗外飞进来 严刑舟收到消息知道 宗大为他们已经到达了塞布拉塔 已经和一群中国人聚集在一起 有可能已经找到了白话 消息还称他们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 大概有百多个中国人滞留在一个市集里 现在根本没有人能够进去营救他们 虽然如此严刑舟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营救他们的机会 即使向政府施压 能够把全部中国人都撤出来 那到底该撤去那里 又该去哪里接应他们呢 更糟糕的是 反叛军很快就会对塞布拉塔进行轰炸情况非常危急 他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此时的宗大为也知道情况危急 他决定带领大家徒步前往迪拉特 他跟大家说虽然路很长 大家必须坚持 只要到了迪拉特就会有中国人的车 有中国大使馆的人接应他们 到时候有吃有喝大家都有救 我不同意 谁是轰炸 故车干嘛想死啊 只管没给指令 为什么是迪拉特怎么射 是不是得告诉他们 我不是告诉你吗 迪拉特有中资的炼油厂 那个东西是宝贝 是赚钱的家当 谁也不可能去炸他对吧 我同意去迪拉特 只是我觉得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给大家 告诉他们 我们跟大使馆联系不上 我 当日凌晨 驻奴米亚大使吕一松现场指挥海陆撤离行动后 马上赶回 莱普提斯大使馆 他指挥使馆人员必须要政府军取联系上这些中国同胞 继续打 让政府军想尽一切办法 和他们取得联系 可惜随住赛布拉塔政府军的全面失手 大使馆与宗大伟等人彻底失去联系 宗大伟这位外交部领保中心一等秘书 就是这样赤手空拳带领百多名同胞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轻装减行徒步穿过战火绝境 沿途显向还生 在枪林弹雨中依靠血肉之躯 运用智慧拯救同胞徒步穿过烽火战区 又进入了万里荒漠向迪拉特前进 同胞们 努米亚的局势变化以来 大中央 国务院 高度关注在努同胞的安全 如果你正被困在努米亚的境内 请尽快 与使官取得联系 祖国就在身后 使官就在身边 祖国 不会放弃任何一位通报 我们一定 带大家回家 白王 没事老子 我没事 大家各自下去 调动一切资源 要找得到人 说得上话 办得了事 现在这个情况很复杂 我们最要紧的 就是要知道他们 现在具体的位置 以我对宋大伟的了解 他绝不会坐以待毙 他们最有可能 去这三个地方 我 我 我们 需要国家 微信系统支持 我们需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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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系统支持 人们 觀眾 都可以 管你们 除了 香港 人们 像 香港 我们 我想我真是太难 但是我仍然不 Nordic 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话 你没拿到心上 是吧 我恨得救啊 迪拉特不一定有救援 应该告诉他们了吧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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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有道理 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们 闹什么呢 这些人对战争没概念 包括你在内 所以必须一切行动停止会 人员可以听伤病的 万一到了迪拉特 没有救援 你这样做就等于再杀人 我不是医生 我没有能力给人家治病 我现在就是要把所有人 都带出这个地方 带回国 这是我的责任 你听不懂人话 怎么了 没事 白总 现在就是迪拉特他 能不能不在这儿出去再讲不行吗 我没有精力和时间跟你辩论 你也被外派到伊拉克图里斯 地震 症 病 瘟疫 你都经历过 你也救过人 但我真没想到 你今天这么懦弱 你甚至连给大家 讲一句实话的勇气都没有 丑啊 你刚才那些话 太不应该了 你知道我们在吵什么吗 我不用知道你们在吵什么 我也不想知道你们在吵什么 但是我知道你们不能在这儿吵 你们想让那些人 都听到大使馆派来救他们的两个领导 内部有矛盾在起内讧 是这样吗 小程 这样 我也给你倒个钱 好吧 刚才态度不太好 没控制住 但是这个事情呢 咱们维持原判 所以除了任何问题 我来负这个责 这边接过去了 开吧 提拉斯比克纳尔 非要是要比尔齊克 有点拉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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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给大家审布一下事情 提拉斯 抛下 快抛下 就抛下 快抛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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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成狼准备向大家宣布到了狄拉特不一定有救援时 枪声响起了 宗大伟感到过去看见成狼被击倒了 他试图伸手拿到成狼丢落的扩音器用阿语向枪手表明 他们是中国人是平民只是路过这里 他们没有武器 这样才得以放心 谁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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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成狼的臂弹一替他挡了子弹只是受了点心伤 身口伤还有点预期 不过时间久了才能自愈的 我妈在我小的时候就生中病走了 我爸骗了我好几年 说我妈去国外了 还说瞒着我是为了我好 就因为这个 我连我妈最后一年都没见上 我最终也撒谎了 有时候不说实话的人也要承受很多 刘明辉因为听见了 宗大伟和成狼吵架 知道他们与大使馆失去联络 即使到了狄拉特不一定有救援 便自行离开大队了 应该是沿着铁路去边境了 因为他之前跟我提过这个方案 我觉得目标太大 我没有同意 走的都是我的员工 我比你了解他们 他们现在很难再信任你了 那也不能让你去 你要出问题 我怎么跟老张交代 别让我这么待着 什么都不做 我会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老张 再想最后一通电话 我们说什么了 我为什么生气 为什么过他电话 我会想他那个时候到底有多疼 跟大家通报个情况 这个刘明辉 带了几个同志 给大家去探路 结果没回来 大家别慌别慌 小事因为我们分析呢 可能就在附近 迷路了 我跟白总 瓦迪尔 就在附近找找他们 剩下的同志 由成朗同志带队 你们要继续坚持 一路走到迪拉特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好 那我们迪拉特见 白总 好 快点 对口子窜出去 穿过沙漠 一直走 不要走 迪拉特 如果有救援 别等我们 别犹豫 赶紧撤 提牌应私逃命 走 你走 白总 阿迪儿 曼曼会很快回答他 小心点 请大家 相信使馆 一切行动听指挥 建于近日奴米亚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我驻弩人员安全 第一时间成立应急指挥部 负责组织协调我驻弩人员撤离及有关安全保障工作 外交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 国内有关部门和中国驻奴米亚使馆正在抓紧落实有关工作 截止目前 还有多少中国同胞被困在奴米亚境内 有图通道的打开对于本次撤侨行动利益是什么呢 诶 杨兵律师 杨兵律师 请您谈一下 这次通道的打通意义确实非常大 请问刚才那位先生是谁 您为什么让我们去采访他呢 他就是打通通道的人 房大 在房大 大写字母帝 这应该是给我们留的信号 帝在国际上有什么通用含义 原来前几个晚上 宗大为每到一处都点起一个篝火 是希望国家的卫星能看到他们的求救 把三个发现点连成一条线 好 快 狄拉特 他们会不会是去了狄拉特 总领导 你摸着良心说 我和我那帮兄弟是不是第一个跳出来支持你的 啊 按前马后啊 我是一切行动停指挥啊 可是你呢 狄拉特没有救援这么重要的事情 居然瞒着我们 刘 你摆着保证你哪一个地方他就是绝对安全的 那你们这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 啊 哎 你们究竟拿我们的命当什么呀 外交部大老院把他派过来是爱跟我们开玩笑的 他自己一个人扛了这么多的事情 你为什么就 就不能信任他一点点 白总 我说句实在话 要是你们家张处来了 那我百分之百的信任啊 对不对 你那张处是说到就做到啊 他要来了 我第一个跟他走 张军死了 就在老宗找到我们的前两天 在他怀里死的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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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木头做了一条小船 在大海上飘了好多个日夜 终于回到了他的家乡 所有人 咱们休息好了 继续出发吧 拿回各自的行李 咱们再坚持一下 大家辛苦了 从第七天到第十三天 一共行走的七天 每个人都精疲力尽 去这里 再来 紧拉车 紧拉车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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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 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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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救命 他没有救命 小明星,大明星,大明星 他们走了三十二万步走的万多公里 到达了迪拉塔 谢谢 六千七百七十三 三十二万 六千七百七十三 三十二万 六千七百七十三 六千七百七十三 抓了宗大为等人的正式反政府军幕府塔 哈利斯王牌屡铁甲银银长 他先说要处决所有人 他说中国人偷了他们的井水 其真实含义就是指中国人开链油厂 就是在偷他们的石油 所以必须要死 后来幕夫塔又提出 只要宗大为举着外交护照 录制一段视频承认他们政权的合法性 便可以放他们一条生路 宗大为告诉他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 而且他只是外交部领导中心 医员他的权限只是保护同胞 幕夫塔要他自己选择 到底想成为尊贵的客人 还是被处决的犯人 幕夫塔跟宗大为说 比起战争 他更应该考虑同胞的生命安全 宗大为拿着护照 对着摄像头说 如果你杀了我们 正义会审判你 如果你杀了我们 我们的国家会让你血债鞋上 混乱中瓦迪尔跟叛军求情 他说这些中国人是我们奴米亚的朋友 他们来到这里是帮我们建设铁路和医院 我们不应该整 要对待朋友 此时幕夫塔听出瓦迪尔是图阿里部落的人 幕夫塔忽然答应可以放走所有中国人除了瓦迪尔 因为他跟图阿里部落的人是世仇 宗大为向他求情 说明瓦迪尔是中国公司的员工 让他带他走 幕夫塔开出一个条件 只要宗大为敢拿起枪 对准自己的头开一枪 便可放心 宗大为挣扎了两久 最终还是没有拿起那枪 还是瓦迪尔不想宗大为为难 抢了那把枪 本想对准幕夫塔 是最终被叛军击毙 抓紧时间 除了尽才造完成任务 要以大局为重 那老宗呢 他能理解 我不理解 我会留下来等他们 把枪的笔赞 他们还回得来吧 大家抓紧时间 同胞们 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小提马 我们先走 妈妈 妈妈 成功了 我们先走 那把枪的笔赞 我们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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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抓紧时间 我们先走 我们先走 月儿 阿伟 对不起啊 月儿 有事地弹磨了 每次都这样 每次都别我弹磨 伟家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说真话没有错 你呀 其实比我更勇敢 不过来 三个人 进去的时候不要紧 一个一个走 促进证明都拿到手里 过了这边的关 然后拿着你们的表 去那边同志开个章 就可以进去了 好吧 看好咱们那个车号 对应的车号上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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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统 没看见我统统了 小洞 过多少了 差不多一半了吧 啥情况 这么慢 注意态度啊 等过了关之后 我就不是你领导了 得好好珍惜啊 快点 抓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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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我们抓紧时间啊 小心吗 可以回家了 回家了 好 时间 终于一次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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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o 看 看 不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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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所有中国人 在奴米亚和图利斯边境准备离开时 反政府军来到 他们乱枪扫射还把边境关吊死 尽管这是中立地带禁止武器 他们完全都不加厉害 穆夫塔宣告哈扎卡 几经死亡一个新的奴米亚国诞生 他要所有奴米亚的人都留下不准离开 宗大伟叫所有人拿起中国护照 这些叛政府军当场就把那些要离开的奴米亚人枪决 举注枪支说此时离开的人就等于叛国 一帮人为了保护沙体马都站起来 希望能阻挡他们的视线 可惜最终他们都把沙体马揪了出来 白话为了保护女儿是要跟他一次 我喜欢哪里像这样子 宗大伟向前跟穆夫塔交涉 跟他说沙提玛是中国人收养的女儿 所以他也是中国公民穆夫塔不加理会 穆夫塔再一次要宗大伟跟他玩俄罗斯轮盘 这一次宗大伟答应 月儿 对不起 月儿 月儿 月儿最后 月儿 月儿 每次都这样 每次都被我打 我现在发现 我很多事我都做不到 宗大伟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怎么老那么自以为是呢 我问你孩子的名字想好呗 你孩子出来你不得上户口啊 你当爸爸的给他许个名字的时间都没有吗 虽然 虽然 我不知道你在那儿遇到了什么困难 但是我相信 能够带他们回来了 一定是那个又勇敢又成为的你 跟你闺女说句话吧 儿 大蕾 这个世界 一定会变好的 五枪两人都没事 第六枪轮到宗大伟 宗大伟 在开枪之际 木夫塔把枪抢了过来 只要宗大伟肯跪低求情便可以放过他 宗大伟基于尊严 国家的尊严 民族的尊严 毅然开了第六枪 这才发觉这个木夫塔其实是个骗子 枪根本就没有子弹 他自己根本就不敢玩这个游戏 只是吓唬别人 卧达夫在众怒魁魁被人试破 他是个骗子的事 竟然恼羞成怒 想在宗大伟背后开了枪 木夫塔 木夫塔刚到 木夫塔 里面有清风 无法 我们要 你会�EN连来 这里 要 人有 这个人有 凶 人有 人有 您 一定要 我们 全都是我们的 Mufadal 你不能够杀真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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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